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動真格 驚爆習近平召集這部門 美中情局鐵口直斷備戰中共 美國積落氣球前完全沒通知北京 對中不信任惡化 北京醫生談大流行病 現在60歲的都扛不住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5號星期天 我們每天也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 請您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動真格 驚爆習近平召集這部門 美中情局鐵口直斷備戰中共 美上將習近平已召集臺灣戰爭委員會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綜合報導 剛剛發生的中共間諜氣球事件後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吉爾戴上將表示 不排除2022年和2023年就爆發衝突 之前 美國空軍空中機動司令部司令米爾汗將軍說 直覺告訴我 我們將在2025年作戰 《華盛頓時報》報導 米爾汗將軍在2月1號洩露給聯隊指揮官的備忘錄中披露 習近平於2022年10月成立了他的戰爭委員會 美國官員說 10月的會議包括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高級成員 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中共最強大的機構 有習近平和兩名中共將軍領導 米爾汗說 他的備忘錄是8個月度指令中的第一個 旨在提高美軍的戰備狀態 整合能力和靈活性 以威懾並在需要時打敗中共 他說 美軍必須做好在第一島鏈內的作戰的準備 從日本到菲律賓的一連串島嶼被北京視為其在太平洋海岸線上的主要防線 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帕帕羅上將10月18日也表示 中共發動攻擊的危險是真實存在的 北京的戰爭準備是解放軍為軍事行動預言的證據 美軍備戰中共2025 世界新聞網引述瑞士媒體報導 美中情局長伯恩斯1月在莫斯科代表白宮提出結束俄烏戰爭的和平建議 要以烏克蘭各地烏東頓巴斯的兩成領土交換與俄羅斯中站 此說法立即遭白宮與中情局否認 稱完全錯誤 基輔與莫斯科也都稱拒絕此提議 瑞士媒體的消息來源是 引述兩名匿名德國官員說法 伯恩斯的確在1月中旬密副基輔會見總統澤倫斯基 此事所透露出另一信息時 經過近一年嚴酷攻防 烏克蘭人民流離失所 盟國倦戰驗戰之說已起 若是戰時能在今年簽署各地謀合 普京尚可保持顏面 在美國與北約紛紛提供坦克與徵程飛彈給基輔之際 傳出這些消息 說明烏俄戰後的政治格局也已在破壞之中 其中最大算計就是面對中共 美方計畫在今年結束戰爭越來越明顯 拜登深知美國不能又再捲入一場海外戰爭 無論是直接出兵或是間接操盤 美國都無意願長期拖下去 現在問題是如何掌握戰敗普京後和談的時機 其中的時間指標就是在2025到2027年之間 軍方多位將領最近指 中共武力侵臺在所難免 美軍與盟友須全力備戰 因為到2025年 中共已完成武力侵臺準備 但美國國防部罕見立即出面澄清 稱目前並無中共侵臺跡跡象 但事實是 中共軍方奉明在2025年要做好軍事準備 屆時攻臺與否由政治決定 因此 美國與北約及東亞盟國也必須在此之前結束烏俄戰爭 因為除了眷戰驗戰心態外 軍火供應量也傳出已經到拉緊報階段 中共內部已在評估 料定美國屆時無力同時兼顧東西兩大戰場 眾行局長伯恩斯表示 未來6個月是烏俄戰爭的關鍵時刻 一直未來在戰場上的半年時間 將決定烏戰勝負 即使如此 拜登政府有必要盡快提供烏克蘭所有必要的新式武器 讓烏戰盡速能夠有個結束 逼迫普京上談判桌 結束戰爭 因為美國要面對中共 積極備戰2025 美國積落氣球前完全沒通知北京 對中不信任惡化 中國一顆間諜氣球飛入美國領空約一週後 總統拜登在4日氣球進入大西洋水域時 正式下令F22戰機發射飛彈將其擊落 彭博社5日指出 美方在行動前完全沒有知會北京 這意味對中國更加不信任 且美方如今不僅可透過研究該顆氣球獲取資訊 也在與中國的外交爭鬥上佔了上風 知情人士透露 雖然美國官員早已告訴北京當局 積落其氣球是美方的選項之一 但在拜登下令行動前 美方完全沒有事先告知北京當局 這種拒絕溝通的情況 突然此事已讓兩國的不信任感加劇 報導指出 這次事件可能是近代情報搜集史上 時機最尷尬 最可能引起地緣政治緊張的事件 但同時也是美國的一個機會 拜登政府已表示 將透過研究這顆中國氣球 取得有關中國情急能力的重要數據 再者 由於擊落高空巨型氣球破具難度 正好也讓美軍表現實力 更廣泛看來 在美中地緣政治爭鬥中 拜登政府可能取得更大的外交主導權 因為就算中方堅稱這顆氣球僅是民運無人飛艇 仍改變不了中方在這次事件中是挑釁者的事實 此外 氣球事件發生後 五角大樓讚揚加拿大當局持續追蹤中國氣球軌跡 韓國外交部長朴振3日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面後 也要求中方自行出面解釋事件 美方顯然已向夥伴簡報此次事件 並趁機與盟友加強軍事和情報關係 北京醫生談大流行病 現在60歲的都扛不住了 2日4日 網上傳出一段視頻 內容是北京市一家醫院的女醫生在和人談論當前大流行病 她提到 現在醫院病房裡收了好多60歲以上的 她還特意強調60歲現在都有點扛不住了 常規來講 我們一般認為 75歲以上容易出現重症的 最近這個60歲以上的狀況也不太好 她接著解釋說 好多老年人感染後 只發燒一天就不燒了 還以為好了 但是幾天後開始出現氣喘 胸悶等症狀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 老年人就像一座抵抗力特別弱的城池 當病毒來攻擊時 城牆太弱 抵擋不住 很快就大開城門 把病毒放進去 等病毒在體內複製到一定數量 把正常器官破壞掉之後 就會出現重症 1月29日 北京獨立媒體人張華也曾告訴大紀元 北京內部消息是出現小孩子感染高峰 她也發現北京市的一些門診還在排長隊 主要是小孩 獨立媒體人張華還透露 北京第二波染疫之後發熱居多 還有其他變異毒株引發的嘔吐 稍早前 也有一名北京醫生與東北老家親人的通話錄音中透露 自己所在醫院住滿二次感染的患者 他們全靠每天注射兩次昂貴的免疫球蛋白支撐 市場上免疫球蛋白亦是一技難求 感謝您的點讚 轉發 留言和贊助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再會 care回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